是什么原因 俄罗斯柔道选手泰马索瓦 眼睛肿得像颗乒乓球 差点睁不开 原来他在半准决赛时 被对手撞出一个大包 晋级后遇上日本的新井千赫 泰马索瓦贴几块胶布 带伤上场 就算被对手一记送金脚压在地上 他也挣扎到底 直到被脚晕 救护人员搀扶才下场 最后泰马索瓦以铜牌作收 不放弃的运动家精神 引来一片战胜 游泳项目俄罗斯也缔造奇迹 24岁雷洛夫 周五男子200公尺仰视 以1分53秒27夺冠 不但刷新奥运记录 还粉碎了美国七连霸美梦 而在曲棍球场 竟然出现奥运史上 第一次手足厮杀戏马 兄弟党哥哥代表纽西兰 弟弟代表澳洲 最后弟弟的澳洲队 以4比2胜出 网球方面 世界球王乔科维奇 四强对上德国选手泽瑞夫 竟然暴冷战败 年度金满贯大梦宣告破碎 奥运期间守在荧幕前 加油的画面 大家都不陌生 这是印度举重选手 项努的家人 项努一举夺赢 拿下印度目前唯一一块奖牌 笑眯眯的他说 比完赛好想吃披萨 没想到许愿成真 不但有餐厅提供他终身免费披萨 还有戏院招待项努 这辈子看电影永远不用钱 不过没多拍的印度选手 也有好康 一样享有一年近戏院免费的奖励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